就是说我们了解如何去下载那个网路的资料 那总共有几个方法 那我们重点不是在土法链钢 因为土法链钢变成你要从资料这个地方去选 那每一次都要选浪费时间 所以后来的话呢我们用程式的方式完成 那最后当然我们还有105跟104嘛 所以其实你只需要改动程式嘛 改动哪里呢 第一个我刚刚又加了两行 这个105好了 然后这个网址要改一下 这个网址改成105年的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找到105年的 然后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OK那因为它的编码也是Big 5 所以我不改 我这边改一下 这个HTB这个地方 把它贴上 记得前面不要有空白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会有空白 这个就不对 OK那一样是950 那我们一样就是按F8好了 主航跑105 然后它新增一个工作表 下面这边 然后把它改名叫105 然后就去下载资料 所以让它跑一下 那一样就是把资料先下载下来 然后呢再插入两栏 然后把公式填上去 向下填满 OK那如果它翻这你就继续好了 让它继续往下跑 这样就OK了 所以105年就瞬间抓下来 Ctrl向下 OK没有问题 它总共有11万多笔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 然后再来就是104 所以104 然后104这边的话呢 把它关一下 104年 然后把这个资料 这个比较少 8万多笔而已 把它复制连结网址 然后一样贴到这边来 贴上 OK 这个网址好像比较不一样 这是位置不同 然后一样是不是Big 5 对Big 5 OK 那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RUN一下 所以一样它会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把资料下载下来 并且插入两列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今天完成 就是把总共有8年的资料 就全部把它下载下来 OK 然后你把它存档 缴交这样子就完成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